C罗在两场一甲之后轰出了15角,但却无意破门,在成为一甲射门次数最多球员的同时,也成为欧洲五大联赛里射门最多的球员,对战帕尔玛将成为葡萄牙前锋打入一甲处死球的凉机。 而在周四,C罗有望铬起2018年的第一个个人奖项,这会成为他打入一甲出自球的又一个巨大动力。 C罗在一甲前两轮只没能取得进球在前两场一甲里,C罗共有15次射门,成为一甲射门最多的球员,场均有7.5次射门,排名次席的则是罗马前锋折破场均机次。 在英超,阿规罗,米特洛维奇,分别有13次,12次射门。 在德甲,排名榜首的莱巴多夫斯基只有5次射门,而在西甲,安德烈皮尔瓦以10次射门排名榜首。 尽管无法破门,但C罗的数据相当好看,在对签卧时,提满了90分钟的C罗有9次射门5次射政,52次出球,6次制造射门机会,31次成功传球,一次犯规,两次被犯规,一次丢球。 而在对拉奇奥时,C罗有5次射门,2次射政,44次出球,2次创造机会,27次成功传球,2次断球,4次丢球。 对比之下,可以发现C罗两战变化不大,对拉奇奥时射门更少,丢球更多,是因为拉奇奥的逼抢更为凶狠,后场的站位更为紧密。 毕竟,拉奇奥的实力远高于卸卧,值得注意的是,C罗在两场比赛,都能够制造出威胁,而且表现出了良好的,团队合作倾向,全市场指出,葡萄牙前锋已经开始发挥出自己的影响力,但还没有完全融入球队之中,慢镜头指出,随着年龄的增长,C罗逐渐调整了自己的踢球方式,在赛季里会逐渐进入状态。 在2017-2018赛季,效力于黄马的C罗直到第四场机架面前四轮停赛,C罗直到第八轮才破荒,才打破球荒,10月份对赫罗来一战,C罗直到比赛的第八十五分钟才破门,用了28次射门七次射中之后,C罗才打入了机架赛季手球。 然而,C罗该赛季27场期架打入26球,各项赛是44场打入44球,继续保持着场均一球的效率。 尽管C罗保持着超高进球数,但葡萄牙人并非应加吉士的效率射手,而是建立在射门数量之上。 上赛季黄马对比利亚雷亚尔时,C罗11次射门都未能破门。 在对谢罗、拉奇奥的两场比赛里,C罗一共有失误次射门,这意味着队友为他创造出足够的破门机会。 有了未来两个对手是帕尔马、萨索罗,毫无疑问,对战排名垫底的帕尔马时,是C罗打入一架出子球的良机。 米兰体育报则透露了另一个好消息,C罗即有可能在周四,获得2018年的第一个个人奖项,欧足连将在周四举行颁奖仪式,C罗上赛季在队友文时打入的道高球,成为最佳进球的候选。 米兰体育报指出,C罗将一高票当选。 除此之外,C罗还将在2018年冲击四大奖项,其中就包括金球奖,国际足连年度足球先生,欧足连年度最佳进球,以及向盯着最佳进球的国际足连普斯卡什奖,带着奖杯回到一奖,又面对实力雷弱的帕尔马,C罗将在国家队比赛日之前迎来打入一奖出子球的最佳机会。